如果你是个金庸迷,肯定看过《以天屠龙记》,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?是吴启华和黎兹版本,还是苏有朋甲敬文版本呢?这个两个版本堪称最经典。除了张无忌和赵敏,每个版本的纪晓福都是一大看点。 纪晓福是金庸武侠小说《以天屠龙记》中的人物,本是正派峨眉派灭绝师派的高徒,却爱上了名校的杨潇,最后是为爱牺牲。纪晓福这个角色得到很多人的喜欢。 新版《以天屠龙记》中的纪晓福,是由吴静静试验,吴静静的颜值还是抗打低,而且一点也不输给前几个版本的纪晓福。 最让人印象深刻纪晓福,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吴启华,和苏有朋版本中的滕丽明,和陶红饰演的纪晓福。 而且不得不提的是这一版的杨潇,实在又帅又皮又有味道。 相比张铁林的杨潇,不知道帅出多少倍?你是否也有同感? 不知道当时陶红和张铁林演感情戏,是不是也会很尴尬呢? 哈哈,好了扯远了,我们继续聊。 新版的纪晓福领喝饭,纪晓福走了,让人十分不舍。 你有没发现纪晓福走的时候,嘴角的血色好假,颜色都不对劲,后期你们也太不走心了吧,居然用梅红色,不是应该要用大红色的吗? 这个可是要扣分的,让人有一些看不下去的即时感。 再加上,杨潇的武打片段基本都是慢镜头,看多了总会有一种反感。 跟苏友鹏版本差太多了。 不过,剧情一步步推进,纪晓福把把女儿取名杨不悔,临终前,让小张无忌把女儿送到杨潇手里。 当杨潇听到不悔这个名字的时候,居然让人泪目了。 不悔,蕴含着纪晓福对杨潇的爱。 纪晓福太傻了,因为一个男人把一生都毁掉了。 不过这个杨潇真的好帅。 新版一天的剧情也太拖沓了,你有没同感? 演到了十二集,终于看到了我们的成年版的张无忌。 不过,这里要表扬一下小张无忌的演技,真的可以打一百分。 不过还是有一个败笔就是衔接的不够好,小张无忌告别杨潇之后,他渐渐走远了,很快张无忌走着走着就长大。 好歹也天黑一下,再变成成年版的张无忌,你说呢? 这个后期处理得太假了。 大张无忌的演技,还是中规中矩,扮演者是曾顺熙,很多人说像无垒。 当然也像极了莫少聪和苏有鹏的合体,总之大眼睛是非常离人的。 至于演技还需要往后看,不知道曾顺熙是否能否超越苏有鹏呢? 在 lust的问题里面面讨仇? 感谢观看